澎湃海鮮大餐端上桌 堪比拳頭大的干貝 生食及鮭魚 C位這次的主角 兩隻活體超巨大帝王蟹 飽滿的蟹膏煮成咖哩醬 做鮮甜蟹肉 搭配麵包還有火烤蟹餃 幸福值爆表的一餐 以往這一隻帝王蟹 可能都要破萬 今年價格便宜四到五成 去年買好像我記得是 兩千多塊的 因為現在正值帝王蟹的產季 駭礦極佳 可以說是大豐收 連帶價格受到波動 以稱重計算 往年一公斤最貴高達四千元 一隻可能要價一萬兩千元 今年一公斤約兩千四百五十元 單隻只要七千元 只八千元 挑選季節池帝王蟹 不只選對肉質還能見到便宜 本來的價格可能在海鮮的旁上 或者是在大家的海鮮店 可能吃起來可能一公斤 大概都落在三千六到四千塊 到四千四都有 現在滿漂亮的大約是二四五零 兩千五這樣子 未來的季節上 那在捕捉的數量上 那如果有慢慢的減少 因為它是活體的價格 就會慢慢的上漲 翁年我們差不多 從十月份開始的大爆量 那今年九月份開始 殘量整個都出來了 因為氣候改變的關係 所以量特別大 帝王蟹細緻的肉質 本就深受老饕的喜愛 開季不只數量多 品質也好 把握盛產時的腰斟價 減便宜吃蟹 下期新聞 廖宜德 江俊暗 謝雲甄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